市長這個針對之前余季中你說會痛哭流涕,不過你了解他的理念嗎? 他的理念是兩岸都是中國人,並且包括新聞自由在裡面 對啦,但是我跟你講,我講過嘛,媒體作為社會第四權,有他的格調嘛,對不對 這不是大老闆在展現他權力的功績嘛 市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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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董說 因為當初是你自己先把這個議題拋到檯面上說這個媒體老闆 教導說韓國瑜該怎麼講話他才會變成政治事件,是你先把這件事政治化才有需要回答 這是哪一桌子? 中天 市長你還沒回答問題 市長你問你你還沒回答 沒有沒有回答 好我抽一號,你還沒抽就一號 望董說他要你說清楚,你們兩個跟國台辦之間的關係 那想要請您特別再說更確實再明白一點 其實是這樣齁,我跟國台辦就是對手關係嘛 因為這個常常要過招富有攻防,不准從其實每年的雙城,這個都在過招 還有那個其實最慘烈的應該是世大運 我本來講說,我跟國台辦是對什麼關係?那你旺同跟國台辦是什麼關係? 你要不要自己回答一下 市長當初你講出了兩岸一家親,所以你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嗎? 你覺得郭董現在參選是缺乏的建築跟他的? 一個一個,要綽號碼,一定在美分道寶 沒有啦,郭董要不要參選,一定有他自己的考量,這個我每次講就順其自然 不過有一點啦,我昨天再回去也想一想這問題 台灣社會有這個需要,問題是你這個組合是不是真的可以符合那個需要? 我大概看過,從昨天TVBS的民調或蘋果的民調 其實大概三卡都是OK啦,但是三卡都就是說它是三分天下,它也沒有保證誰會贏 所以老實講這還是個動態的東西就是說 其實三方既然都在輸贏範圍內,那也許真的就是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如果純粹回到統獨去對抗,對台灣的長期發展不好,是不是在統獨之外 有沒有一個說其他的,英文叫代曼權,其他的向線可以作為這次選戰討論的題目? 既然你自己都講了兩岸一家親,你到底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你自己都講過兩岸一家親啦 市長目前傳出郭振英有沒有可能在等待換柱2.0,如果他批國民黨戰袍出征,你還有可能像現在一樣支持他嗎? 這是這樣啦,現在講那個支持,不過是這樣啦,如果說這個動態平衡,第一點,支持有很多種支持 100%的支持,有50%的支持,有各種支持程度 所以我想每個人也是,還有一點,有一點大家也要搞清楚 事實上從2018的選舉,後面學到一刻就是說,不見得說 其實是所謂的科夫,它也不見得百分之百會轉移 所以我也不是說我們哪個騎士算搖一搖,那所有的科夫全部就百分之百投票轉小,不會 坦白講轉向可以到50%都不得了了 市長現在梁文傑批評你,他說你用人就像用狗一樣 這是這樣嘛,新潮流做每一個動作都有它的意義,我們還不曉得他最近是他們想要幹什麼,我回去再解讀一下,再研究一下 市長都已經第三天了,民眾黨會是藝人政黨,他說時代力量祈禱黃國昌不會是藝人說的算,但是民眾黨就是你藝人政黨 這個我在,其實這個是這樣啦,因為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公開透明 其實這一點我倒是還是不要把握,因為我們會透過這種海選的機制,讓整個社會的力量會一直流進來 所以我們因為有過去的經驗,在台北市政府包括公民參與委員會 青年參與委員會、廉政委員會還有iVoting、還有參與市預算 所以我們會透過一種,我們在嘗試,直接民主在這個現代實現的方法 所以這個,人家的批評我們都有把它記下來,然後在想說,這個他怎麼去避免 市長,因為你就第三天了,你還要繼續閃躲嗎?你到底是台灣還是中國人?兩岸一家親是你自己親口講的喔? 兩岸一家親是你自己親口講的,你還要繼續閃躲這個問題嗎? 市長,你到底要不要講清楚? 市長,你現在各種的民調就顯示說,只有你跟郭台銘搭檔才有可能會贏蔡英文跟韓國瑜 那就像你剛剛說,柯粉轉移票的問題,你們自己有別種對策嗎?會影響你嗎? 第一點,民調是現在的狀態,所以是這樣,民調也是個動態平衡,現在的狀況 但是你有你努力的目標,你希望期望的目標,所以要從現在的狀況怎麼移動到我們希望的目標,那才是要努力的目標 不然你每天就看報紙,我看一看就什麼事都不要做,也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少掉了一個叫做,民調只是告訴我們說,我們如果要努力的話,我們要努力哪個方向? 我們活動開始了 怎麼那個女的沒來換你? 兩岸一家親也是你拋出來的 市長你去上館長直播是為了不要讓你的支持率繼續流失嗎?上館長直播? 館長直播是這樣,我的態度是這樣,就是不要閃躲問題,我等一下有回答問題,我不會閃躲,我個性都會閃躲 像館長基本上是比較傾向我們,但是他很多疑慮對不對?所以我們還是有能力去跟人家說明 說得過就說得過,說不過你也知道跟他講說我們就說不過,我們就是沒有辦法解釋清楚 所以我倒覺得是這樣,我的態度,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地步,所以像上館長的節目對我來講蠻自然的 有時間我們就去,他有什麼疑問?他就明著問,我們明著回答,看能不能解決 但是這樣啦,常常是有時候他大概十個疑問,也許我們真的只能解答七個 還是有三個我們沒辦法回答,那就算了,至少我們可以解釋的解釋 市長,最後一題喔 這個就回答這問題,我的中心思想就是台灣的整體利益,人民的最大福祉 所以對我來講,不是那種太意識形態的回答,你剛才那一題是這樣 所以台灣人或中國人這樣身判任何之意? 台灣人、中國人的問題是這樣,這題難在哪裡?中國人本身他是,他這個名詞說 你是文化上的中國、經濟上的中國、還是政治上的中國 所以中國人這三個字他有不同的定義 所以這樣,台灣人跟中國人的問題,台灣人他有不同的意義 所以在做match,英文叫配對的時候,這個有問題 所以像是這樣,如果我們在台灣,在華人文化圈裡面 在中華文化圈裡面,我們不會認為說,我們也不會否認這個事實 經濟上的中國人大家可以談嘛對不對 可是在政治上的中國,在現階段就不可能玩 所以中國人這三個字,你要看你是用在講文化的、講經濟的、講中國 他有不同的體制,所以他的配對意義會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先玩